詞曲 李宗盛 我們中國人是一個燒鄉的民族 我們作為香港,與鄉也有很大的關係 但鄉對我們來說,認識其實很少 我們的認知鄉其實就是用來做甚麼? 拜神,還有呢? 分一下廁所 是不是這樣? 但實際上,我以前也是這樣想的 我自己從19歲開始,因為拜佛來用香 用了很久,其實也不喜歡香 但我自己想想,我們中國人燒香 其實幾乎每個人都會燒的 就算海外的華僑也會燒的 除非他有其他宗教,就不會燒的 沒有理由那些香是這麼難受的 又醃眼,喉嚨也很確 一直到處去找一下,有沒有香會比較好 後來出來工作,就開始有錢 買香,就開始買一些貴的東西 買一些檀香 再買一些沉香 但發覺還是沒甚麼感覺 都好像一般的好用 後來有一次機緣巧合 當時大概2002年,2003年 就找到我自己的老師,傅經梁老師 他開始在電郵裡面 當時電郵,電話線走得很慢 大家聯絡了,一會兒 我發覺傅老師說的那些 他全部有根有據 引經句典 不是說賣香的那些 隨意地說 於是我就 買了一張機票 因為他在濟南,山東人 我就去請教他 自此之後 我就改用了全天然 跟著我們古人 留下來的香荒 以及製作的工藝 以及如何去採藥 用甚麼水 如何和俠 完全用回這些 正規的 我們中華民族傳統的濟香 今天 大概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跟大家說一說 我學香學了12年 環有很多很多微學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兩個小時裡 其實只是一個很皮毛 很表面的 跟大家去介紹一下 究竟我們中國人的真正香 究竟是怎樣 雖然是一個文化講座 以我自己的作風 其實大家又不需要很嚴肅 文化好像很嚴肅 但其實是不嚴肅的 我們可以學習香 香是怎樣的 煙是怎樣的 我們又不是學一下飄一下飄一下的 我們學一下就可以靈活一些 可以活潑一些 所以一會兒 大家如果需要發問 其實隨時都可以發問 但有時一起發問 就會很吵的 你舉手 或者寫一個小紙 傳過來 也可以 我們會把這兩個小時分成兩部份 第一部份 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香 傳統文化的香 第二部份 會演示給大家看 因為怎樣去做香 做香和製香又不一樣 我們現在桌上放的工具 就是做香 怎樣做一爐的香 大家可以現場的同學 便可以品嘗一下 究竟真正的香是怎樣的呢 事不宜遲 因為時間也有限 我們就開始這個講座了 我們今天就會很粗略地講講 淺譚香文化的歷史 講一點歷史 因為如果沒有了歷史基礎的時候 第一,就不算文化 第二,就可能是吹水 因為要有根有據 第二,就是甚麼是傳統的祭香 第三,我們會提到傳統香和現代的香 有甚麼分別 宗教用香的文化 究竟是何時開始的呢 以及用香是可以減抹的 我們又講一下原理究竟是怎樣的 接著我們會講一下 古代到現代的香品的形態 以及開始會展示給大家看 給大家做一個體驗 古代用香的方式 有分算香和隔火分香 隔火分香 為何會出現一些沒有煙的香 一會兒也會介紹給大家看 另外,會有問答的時間 今天我們的行程也很緊密 如果我說得不清楚 或聽不清楚 隨時發問就可以了 我們認識一下現今 大部分人對香那種的謬誤 為何真的謬誤那麼嚴重呢? 其實就真的很嚴重 我自己以前真的對謬誤來的 例如說,香是否只是用來拜神祭祀呢? 不是的 香的傳統功能就是致味病 致味病的意思就是 我們現在說保健養生 原來香藥其實就是 中藥、食藥其實就是治療作用 香藥自古以來就是致味病 其實對我們的身體增加我們的免疫能力 都都說要拜神祭祀勇 其實已經是去到看代唐代的中間 那段時間才開始有宗教湧香的出現 另外就說 點香的時候會令眼睛很難受 其實是嗎? 其實是的 因為你點的是化學香 化學香和真正傳統香的分別 我們很容易理解 就等於一棵的鮮花 在泥土生長的鮮花 和一些塑膠花 一般來說 你覺得似鼻、不舒服的那些 基本上都是塑膠花 就不是真正的花 所以多用是無益的 和吸毒都沒有什麼分別 好,第三 痰香和沉香大家都見過了 都有用過 痰香、沉香都比較貴 貴的檀香就是老山檀香 但現在老山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檀香 大家買到的 要不就應該很貴 因為那些很稀有 如果它的價錢就一般貴 甚至很便宜 但它告訴你老山的 基本上都是假的 是不是說 檀香、沉香點起來 就會對身體有益 不是的 雖然我們有時候會看一些弱點 它告訴我們 檀香和沉香會有一個安神的作用 是嗎? 它說得對 只不過它沒有說少許 就是說 檀香和沉香是需要製過的 中藥是否有製的 是嗎? 甘草也有,一種甘草也有製過 要令到檀香和沉香 在燃點的時候 對我們身體有益 它必須要製過 因為原來純粹是單品 單品是沒有製過的香料 而燃點起來 其實五行是不平衡的 再加上檀香和沉香 它伸張在什麼地方? 熱帶 赤道帶的地方 它屬於熱帶的地方 北方是不能見的 不能見的 熱帶的植物 火性會比較大嗎? 在五行裏面 火性大 人用多了就會怎樣? 火氣就會上升 慢慢就會變粗 所以如果我們中國人 把香生活化 生活化一定是多用 因為它要自味病 如果我們把火氣這麼大的檀香和沉香 你經常都用的時候 這個也不是說化學香 這是真正的檀香和沉香 但是它沒有製過的話 對我們身體來說 也是有損害的 因為人會上 會燥 火氣實在太大 所以我們有時候 看到一些 它玩沉香的 它說的是真沉香 但它玩了幾年 它的嘴唇就開始紅 慢慢變紫 火氣太大了 好了 香氣龍的香就是很香 是不是? 香氣龍的香其實是什麼? 現在工業香精技術 基本上什麼味道都能做到 豬肉沒有味道 那怎麼辦? 會加一些豬肉味的香精 現在有些豬肉加牛肉味 變成牛肉 騙人 因為現代工業的發達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 一拿一瓶香出來 來一個距離 都能聞到 味噌也能聞到 為甚麼? 那這個一定是交響症 天然的香藥 或者香材 它基本上去到攝氏 大概三十七度 三十八度 越高溫就越香 如果你沒有去到三十幾度 離遠就已經聞到香 基本上都不是天然的 這一點我們要明白 買香的時候就要知道 會容易發霉的 那些香肯定是差的 是不是? 除非你很潮濕 即是很潮濕 但譬如說一般潮濕 那為甚麼一種香有發霉 一種香沒有發霉 沒有發霉的那種 就應該加了尿 因為有些化學的元素 例如防潮 例如坐延 都會令到它沒有那麼容易受潮濕 天然香 基本上沒有任何化學物品 它就會容易發霉 所以特別是我們南方一帶 即是廣東一帶潮濕天氣 如果我們用天然香的時候 我們保存是要很好的 北方反而不需要擔心這件事 南方就需要 要保存得好些 否則會發霉 好了 哇 得到一塊沉香餘獲自保 你猜是不是真的? 其實真的 自古以來記載 沉香是比黃金貴 但今天賣三千元一克的沉香 其實都是假的 所以現在只有一塊沉香 你一定要認清楚它是真還是假 所謂真還是假 當然 如果它是有藥用價值的 更加值錢 有些沉香沒有藥用價值 譬如印尼出的種植沉香 它的藥用價值基本上是零的 最好的知不知道是哪裏? 最好的知不知道是哪裏? 最好的? 不是的 如果跟我們中國古代記載的 用來祭香藥用的 因為古代已經有貿易 它一樣會有越南的香 一樣會有印尼、馬來西亞的沉香 但是那些鄉家在記載上 都是橫視海南最好 海南島的 藥用價值最好 其次就是柬埔寨 然後才讀越南 越南排第3 所以我們要認清買沉香 要認清真假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買沉香 它是用來帶的 而不是用來燒 實際上你買來燒的沉香 打成粉的 那些是最劣質的沉香 就算它是真沉香也好 它是最柔的 一個得級數 人工種植的 也有真沉香嗎? 人工種植的 如果從藥用價值來說 它又不算是真沉香 但它真的是一棵樹 有沒有見過 知不知道什麼叫人工種植? 人工種植有些是正規的 有些是打釣針 就好像人家在醫院釣鹽水 釣幾包化學物品 插進一棵樹 然後同棵樹就鎮傷它 大家知不知道沉香是什麼? 沉香不是木 沉香是一棵白木樹 因為它受傷 天然來說 可能被雷劈 可能被蟲蛛 可能被野獸襲 就是爪傷 傷了之後 它自己就分泌一些分泌物 出來包著自己 免得自己受感染 而包著這一棵物品 即是一棵樹脂 脂肪的脂肪 通過天然來說 起碼要80年的時間 才能夠有藥用價值 但這些人工 打釣鹽水 那些是鹽酸 大概兩至五年之內 就可以採香 就可以用來用 那你敢不敢用? 所以只要一塊沉香 也不一定開心 一定要弄清它的真假 我們講講文化歷史 文化歷史中 我們會發覺前面這段時間 即在春秋之前 基本上會用一些地道的單品 單品 很簡單 用蘭花 蘭花已經是香 即是古人 蘭花 放湯 即是煮水 又或者是一些香草 就這樣燃燒 用來消毒空間 那時候也會用單一的香草 但你會看到 去到漢代的時候 漢代的時候 你會發覺 那些香草 就已經… 因為有了中醫 中醫的出現 中醫的出現是甚麼呢? 它是需要用到陰陽 五行這一個的原理 是嗎? 以天地的氣 以及如何用不同的香… 中醫就是不同的中藥 將它和合成為 五行裡面會有雙生雙黑 喝下去我們的身體裡面 才能夠得到 在保健上的一種平衡 由於一個中醫的理論的時候 在發展香文化裡面 其實也會出現了 複方的香 需要跟著五運六氣 陰陽五行去祭香 這個做出來的香 它的陽氣 就會更加符合我們人體的需要 所以去到漢代的時候 真正的香文化就出現了 這就叫和香文化 和香就是和合 但這個和字似乎去了日本 現在已經不是中國 中國說中和 中國文化說中和 至中和,天地為萬物欲 天地正為萬物欲 身盡得欣欣向榮 所以我們說 鄉其實就是和鄉 和鄉在漢代裡 和治病中藥的分別 我們稍後會講到 中藥的配偶 是跟軍神左侍的 但是和鄉是跟軍神左負 稍後會略略解釋一下 去到漢代的時候 但漢代的時候 因為剛初起 通常用香都一定是貴族的 只有皇宮 所以在香方 留下的香配方 其中有些特別著名 是宮廷配方 宮廷配方 通常都是說漢代的時候 那些漢方 後來漢代慢慢慢慢再發展 發展到第二個用香的高峰期 那個轉裂點 就是去到唐代的時候 唐代的時候 開始有宗教的介入 有文人的介入 文人用香 即是說一些 文人包括了一些文學家 以及一些藝術家 然後開始用香 唐代也很頂承 到第三個高峰期 用香高峰期就是到宋代 宋代 除了是文人 除了是皇帝用 除了是藝術家用 平民百姓都會動得用香 平民百姓 甚麼是動得用香 即是等於大家 如果一開始熱氣 就自己進入藥材店 去撿劑茶 不用別人說 你自己給他聽 用甚麼方 甚麼下枯草 甚麼金文花 你給他 你幫他撿 宋代其實在祭香就是這樣 很多人就自己知道 有條方 屬於自己的家庭各方 自己怎樣呢 就去找些香藥 自己去祭 自己養著 家庭的養生 這個宋代就是這樣 但是宋代之後就開始變了 因為開始有外族 不是漢人 配方上就開始變 慢慢改變了 所以我們說 用香的高峰期 就包括歷史上有三個 一個是漢代 一個是唐代 一個是宋代 到再進一步發展 明朝的時候 就開始有我們認識的善香 善香是哪些 一枝枝的 又或者是一盤盤的叫盤香 有些人叫塔香 塔香應該是釣起來很大的 又或者是印度式的三角形 一粒的那些 那些叫椎香 或者香椎 也可以 這些就是需要黏合的 需要黏合 其實到了明代才有 我們就說這些 這是快餐 為甚麼叫快餐 就是拿出來一點就可以 又不用工具 從明代開始 但是明代開始 當時那些 那些祭香都是天然的 因為那些黏合劑 全部都是天然的黏合劑 植物 到後來 近代 即清後 其實就開始工業年代 那些香文化 其實也開始斷 那你想想 最少其實也斷了八幾兩百年 其實基本上有兩百年左右 再加上文革的時候 就甚麼都沒有了 那就開始有工業造香 工業造香 就包括了 用一些不知名的木頭 那就可以磨碎 那就可以磨碎 之後 現代不香就怎樣 不香就加現代的香精 顏色不漂亮 就加染色 你會看到 你喜歡紅色就加紅色 有沒有綠色的香 又加綠色 藍色有沒有 又有 紫色又有 黃色又有 那有些更厲害 是吧 知香裡面有 南無阿彌陀佛 金光閃閃 那加甚麼 加甚麼 都不知道甚麼 有些重金屬在裡面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化學物質 所以其實不適宜用 因為對身體都是不好的 所以用香在歷史上 我們都要跟著天然的制法 剛才說過 春秋之前 有這些花 中間會看到花的植物 用來煮湯用的多 煮湯蒸發出來的香氣 或者用來入酒 另外漢代的時候 就開始有醫家 就是醫學的專家 以及宮廷會用香 漢方 你會看到已經是複方 比較蒙 複方 有黃屬香 丁香 玲玲香 檀香 這些全部叫複方的香 這就是祭香 配香的配悟 有君臣佐赴 中醫叫試 香就是複 最後的字是複 複助 複助是誰 複助自己的免疫能力 令自己的免疫力增加 才能夠產生保健和養生的作用 所以有時候 你會看到一君 五神九佐 十八負 這些比較大的香 有時候再大一點 可能是三君 通常會用單數 大家學到的朋友就知道 單數是什麼 就是陰陽 陽數 天數 通常會用單數 君臣佐赴 其實是什麼 就是香藥 即是不同的香藥 配合在一起 有時候有些是三個君 三個君 就是三個皇帝 通常有些君藥 陽氣很足 放一點就足夠 例如沉香 通常可以用來做君藥 或者用來做神藥 為何說沉香也可以用來做神藥 因為有時候他的火太慢 他只可以做神 做一個將軍 做一個很火慢的將軍 但也要有一個比較溫和的皇帝 要壓住他才行 還有會用到土 本土的香藥 在不同地方祭香 其實應該用來當地的藥 和水 偽進的時候 開始有文人用香 徐唐的時候 西方香料大量進入的時候 價格開始廉價 另外會有佛道 即宗教人士會用香 你會發覺 唐代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這邊的左邊 你會看到有很多專用香 當時那些古人 甚麼是專用香 因為他們生活化 會客的時候有會客用的香 睡覺的時候有睡覺點的香 辦公的時候有辦公點的香 修煉的時候 即是古人有修煉 靜坐一下 即使沒有宗教 都會給自己靜坐一下 調養一下 它有調養的香 佛家有佛家的香 道家有道家的香 有時候最有趣的是 舉個例子 我去到你家裡 你就點一個會客的香 我就坐在你家裡 坐也不走 還哆哆哆哆 於是你就會換香 你換一個送客的香 我是知道的 一聞到送客的香 我就自然就 先走了 即是很有文化的 不用攀人走 你怎樣換香就可以了 以前古代就是這樣 很專用 專不專業 很專業 宋代的時候便是平民百姓 你會看到這些圖 即使清明上俄圖也會看到 其中有一格 就是有一個不知是甚麼香譜 清明上俄圖的香譜 你知不知道它是一個行業 那些行業不是純粹製香賣香 它是怎樣呢 其實跟心理輔導也有些關係 譬如說 我開香譜 我在香譜 你在家裡 你家裡白無了賴 悶悶的 你就找個書童 找個書童 就說你去香譜 請個鄉人回家 你來找我 我就收拾工具 走到你家裡 走到你家裡 走到你家裡做甚麼 墳香聊天 其實就是做輔導 你悶了 就跟你聊聊天 他就很開心 過了一個時辰 就好了 收拾走了 走之前當然要怎樣 當然要埋單 有這樣的行業 很有趣 你回想起來 其實是一個很專業的東西 但到我們今天 好像原來不知道 我不學也不知道 所以這些是有幾座的東西 宋代也說 拿香來製食物 以香入食 用來製點心 西方也有 西方也拿香來 沖咖啡 有沒有去過星巴克 你知道星巴克 有幾瓶香料放在這裡 讓你滲 那些都是香 有肉桂 又有豆蔻 那些都是香料 西方也懂得去用這些 但是中國傳統的香 和西方的香 最大的分別就是炮製 西方的通常會少些炮製 中國就很著重炮製 這個就是整個文化的走法 全部都是有根有據 所以是一個很專業的學問 到了明代清代的時候 朱元璋曾經一段時間禁香 不是很喜歡香 也限制沉香的運用 後來也因為這樣 大部分的香文化就去了日本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名詞叫香道 有沒有?香道 香道 很流行 但是告訴大家 你聽到這個詞 你就知道這個不是傳統文化 即是說香道這個人 譬如說 他說他搞香文化 他跟你說香道 基本上他就是講日本香道 或者台灣的香道 如果他說 我搞中國傳統文化 但跟你說香道這個詞 他肯定就是亂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中國人 歷史裡沒有出現過香道 這兩個字 中國人對道的認知是什麼呢? 只可以意會 不可以延傳 是不會將道字和物質結合起來的 但是日本文化就會的 這裡不是產生褒貶的問題 這是文化的差異 所以如果譬如說 一說香道 基本上就不是說中華民族的傳統香 我們中國人這樣說什麼? 我們就叫香文化 或者叫香學也可以 其實是 這一點我們要認識一下 現在市面上 大部分流通都是台灣傳過來的 台灣跟哪裡學呢? 就是跟日本學的 他們品香的方式 都會有點不一樣 待會我們跟大家說品香的時候 就會知道 日本人品香 就拿著 舉例子爐香 他是這樣問 有沒有見過電子機 但是這個手勢、形態、姿勢 中國人不會這樣做 中國人通常就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你喜歡誰誰都可以 都可以聞 也不會單單用臭角 好 到了清代 清初的時候 明末的時候 也有香藥的運輸 鄭和也做了很多關於香的運送的事 到了也有孫德勞 明代有孫德勞的出現 雖然香文化製藥開始有點沒落 但是在勞具上 其實也有一個代表性的勞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 大明孫德勞 就是孫德年製藥非常講究 它有獨特的形態 一會兒可以看看一些勞 勞是香文化或者香學 其中一個重要的一科 是重要的一科 這個有機會再講 究竟傳統製香日是怎樣的 傳統製香就是 根據皇帝內經所說的 香氣是入皮的 所以好的香 我們是要講究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養我們的皮 皮好 心肝肺腎好不好 是嗎 因為皮屬土的 中央無幾土 土是居宗 居宗的話 接著是心肝肺腎都會好 因為它居宗 它輸送養分給我們 所以我們有時候說 消化不好 消化不好 脾胃不好 脾胃不好 這個影響我們 但我們中華民族裏面 有一個認知 我們必須要知道 就是香 是跟我們的心性 是有一個直接關係的 什麼是心性呢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每個人的本性 什麼是本性呢 再簡單來講 我們每個人的良知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因為上書 上書就是書經 書經裡面有記載 明德為興 明德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光明回我們的本性 我們就會散發出 我們一個的心香出來 興和香是有差異的 香就是短暫的一些香氣 興是什麼呢 興是留很多年之後 都能夠或者叫停留很久 很遠 或者是說 在時空留了很多年之後 人家都還記得你 那叫興 所以興就是流傳了很久 這個就是 明德為興的意思就是 我們每個人的品德 我們每個人的修養 是能夠留下來給大家 就像興一樣 所以以往祭香的人 他一定要鍛鍊心性的功夫 什麼叫心性功夫呢 即是說師父教徒弟 如果師父看到徒弟 他鼓鼓滑滑的 就不教他 或者說這個人也可以 都可以的話 就收他為徒弟 但收他為徒弟 首兩年都什麼都不教他 是觀察他 如果他心性的品德不好 就不會教他 那就保證燒出來 香的氣 我們道家有說過氣 氣是什麼呢 好像氣場 那種能量 現代的就是能量 那就變成正能量 是陽氣足的能量 所以這裡說 燥氣入肝 焦氣入心 香氣入肥 腥氣入肥 腐氣入腎 我們集中今天講香 就講香 香氣入肥 這樣 明白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 聞到一些化學香 化學香 可能是焦氣 其實有機會就入心 通常所有的東西 過肢或過了農 過肢就是過了農 或是不毒 不足的時候 都會對我們的身體 有影響 可能會有益 或者有害 過了農 不足 可能會有害 剛剛欺負到好處 那就有益 香氣入肥 這就要注意 怎樣香多 人的身體其實是會好的 好了 香品的屬性 真正的傳統香 是屬於純陽之物 為什麼呢 因為古人對植物的屬性區分 就是錦天地純陽之氣 這就叫做香 錦天地陰氣而生 那些叫做腥 什麼叫做錦天地陰氣而生 例如什麼植物 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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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指這些 蔥就是指那些 農類 那些 傳統香 其實是以天然芬芳的植物 傳統叫做香藥而成 所以通常發覺這些香藥 通常是熱帶的地方出現 北方冰凍的地方 通常會有很少新的香藥 因為它是朝陽 也就是說 如果說東南西北 東面掌的香藥 就比較好 那些藥性會比較好 為什麼呢 東面就是煮生法 生法 會比較好用 好用的意思就是藥 藥性會比較好 這個分是氣和味的分別 氣和味 氣是屬陽 味是屬陰 植物感天養而生 在時空中 是不受到限制的 這些能量就叫做氣 有時候我們 聞到一個香點出來 氣是否足夠 你會發覺 一聞到的時候 你會發覺氣在你身體裡 好像停留著 令你覺得好像有點力量 提神得來 不會有刺激的 有些一提神起來 頭有刺激痛 那些就叫做熱 叫做燥熱 就不是真正的正能量 所以真正的祭香 會有驅邪的功用 和通俏的功用 剛才有師兄說 為什麼香有鐵打藥味 其實就是因為 是鐵打藥有香味 反過來 鐵打藥裡 很多時候都會有香藥混進去 因為它有通驗的功能 味就屬陰 植物吸收大地營養 通常陰就是 養我們的身體 五臟 氣就是養我們的靈性 所以兩樣一陰一樣 香的原始功能 不是拜神拜佛 不是祭祀 原始功能就是養生 養生包括了養我們的身心 和我們的靈性 所以養生其實包括了三樣東西 不只是包括了養我們的身體 所謂性命雙修 要包括了身心靈三部分 心通常就是在中間 在性命的中間 現代的說話就是講我們的心理 心理健不健康 人現在越來越不開心 發覺嗎 發覺嗎 越來越不開心 但是現在社會 越來越進步發達 但是越來越不開心 世界衛生組織說 未來二十年裡 有一種疾病 將會取締心臟病 成為人類第二殺手 知不知道是甚麼病 就是抑鬱 有些人問 騙人的 怎麼會抑鬱到這麼多人自殺 抑鬱不單止令人自殺 自殺可能是一小撮 抑鬱令人的免疫能力下降 你試試一下 如果一個人有壓力 譬如你有工作壓力 各方面有壓力的時候 你會不會全身都不聚財 但你去身體檢查 看檢查 發覺你沒事 但你全身不自然 有時候皮膚的濕疹也走出來 因為免疫力下降 所以我們現在越來越不開心 其實從我們中藥的角度去看 其實人的陰是聖 陽就開始不足 其實陰陽不得平衡 陽氣不足怎麼辦 你用香 練功也可以 即是運動 運動 令人的血氣周流一點 這個也可以掌握陽氣 陰氣通常是甚麼 想得多就掌陰氣 想得多 為甚麼人這麼煩惱 因為想得多 現在人又喜歡想多了 於是怎樣 我們又用香 用香 雖然它有通橋 但令它有安神 令到我們的心神 定定這個功能 所以是凌晨 而養我們的心神 香藥有這個功能 所以令到我們 你想甚麼 香就叫我們睡覺 很奇怪我們用真正傳統配方的香 你不夠睡的時候 一點香 你就會睡覺 你常常在家裡睡覺 一點香 令到你鬼打的精神 因為你睡得太多 它叫你不要再睡了 你不夠睡的時候 它叫你快點睡 這樣 這些是很妙的 原來每個人的身體 其實它有一個力量去通知我們 但你實在被外來很多因素困擾自己 香就變成一個用香藥 一個載體 提醒我們 勾起我們的潛意識 你要睡覺 這樣 這是一個藥效 所以在養生中 身心靈我們也需要注意 靈就是現代說話 古代就叫性 性就是我們的靈性 日常焚香和中國人的所謂現代話 終極追求是甚麼呢 古人借著一勞香 提升我們的心性能量 能夠觀大自然的變化 為甚麼人會看天色這麼厲害 看星象這麼厲害 因為它的心性足還是不足 心性足 心性足有這份力量 本來的潛能能夠發揮出來 它與宇宙彷彿 好像同體一樣 所以我們古人才叫天人合一 因為它的內心的潛能 與天地宇宙的潛能 是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所以看天時、看自然 可以引發了很多思考 八卦也是這樣 八卦是怎樣創的 看大自然地 創出八個符號出來 亦能夠通自然的法則 五行的雙生雙黑 為甚麼古人的醫生這麼厲害 他找到人的穴位 針灸,懂得針中你的位 又刺激一下你的位 難道他有透視眼嗎 不是的,因為他心性好 心性足 心靈靜的時候 他很通透地知道 觀察得到 和摸索得到 這些自然雙生雙黑的運行的法則 這些原理 明白自然的定理 行政心、虛心、守心的描法 將這些心放在怎樣做人的時候 所以《道德經》講得很清楚 有教我們虛心 有教我們守住我們的原品之門 即我們的本性 這些全部 可以將自然軟宙的運作 去化進去 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 祭鄉其實也是這樣 是嗎 得長身之通渠 祭鄉是可以令到我們長壽 當然我們修道就會知道 壽命有時候會註定 是嗎 但如果我們自己不小心 經常吃了很多化學物品 那就自己弄短自己的命 是嗎 但如果我們懂得去避免 懂得去吃健康一點的食物 懂得去運動 懂得去用一些保健的 一些天然的方式 我們的壽命便能夠延續 這樣 好了 人天理論 剛才說的 和 天地宇宙也是和 是嗎 太陽和月亮和嗎 地球和其他行星和嗎 不和就大件事吧 是嗎 所以我們中國人的精神就是和 這就是在漢代中開展的和香 一個理法 是很完整的理法 所以我們古代的祭香 就叫和香 就是用兩種和以上的香藥 混合在一起去製 製作的過程中 藥物的香材是需要炮製的 炮製的原因就是要改變藥性 例如它本來有毒的 通過炮製就把毒性去除 炮製有這麼多種 你都經常在家製的 即使用這些方法 蒸 煮 炒 好 第一個是修製 知道甚麼是修製嗎 即是你採了一些香藥 這是植物 採了之後 有時會帶著泥土 帶著一些枯毀 那你就會剪 剪 剪起來 只剩下不太多東西 要剪一剪 要醃的就是剪一剪 要醃的就是剪一剪 其他就不要 這叫修製 蒸 大家都明白 隔水 煮 煮 就放下去煮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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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要加蜜 加蜂蜜 蜂蜜 蜂蜂蜜 炒 炒 蜂蜜 炒 炒 炒 焦 炒 煮 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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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水通常用來說中廚 飛是這樣的,它是打磨 因為如果有貴重的香菜,很難找的那些 如果乾磨,其實會有損耗 因為這種飛到周圍也是那種飛 那怎麼辦呢?我們就要在水底打磨 磨完之後再曬乾,蒸發水分流下來 取消香藥,那些就叫做飛 通過這些方式 基本上大部分都要通過這些方式去炮製 反而西方人用香分 它一樣會用植物的葉、根、徑都會有用 但它不是那麼多會炮製 因為炮製不是太過講究 但我們中國人就很講究 因為炮製的過程裏 其實就是五行雙生雙黑混作中 明白嗎?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接下來有五分鐘 因為剛才說可以炮製 我看到香港人很多都用檀香 但是用檀香是要製製的 於是我就播了一個短片給大家 途中的是我鄉學的老師 附近梁老師 因為這段片是二零零幾年的事 所以比較蒙 那時候沒有高清 所以大家就聽一聽 懂普通話那些就OK 字幕那些就可能看得辛苦些 會比較蒙些 下面我們以最常用的檀香為原料 給大家介紹一下檀香的炮製方法 像太香說是要去火 因為太香常在難方 炙熱的地區 它的火性比較大 我們這種香單獨作香以後 使人們因為欺負相造 所以要先用茶葉 用青茶或者用炭茶 把它的火要去掉 這是一種最常用的最基本的方法 首先 將大塊的彈木 劈成長兩到三厘米 粗三到五毫米的尺寸 這樣有利於後面研磨工序的進行 然後將披好的檀木全部倒入盆中 準備一套沙氣茶具 一壺開水和上等的烏龍茶或雲南團茶 與茶道一樣 先用開水沖洗一遍茶具 再放入茶葉 茶葉也需要先沖洗一遍之後才能使用 等到第二遍茶浸泡好以後 就可以把茶水均勻倒入 裝有檀木的盆中 最後 再將茶葉一起灑入盆中 這樣可以使茶葉的香氣與檀香混合 撒匀之後 蓋住盆口 防止檀木的香氣外泄 檀木要浸在茶水中 約七十二小時 並且每隔五小時翻動一次 隨後的工作就是把檀木晾乾 將浸泡好的檀木均勻攤開 放在通風較好 沒有陽光的地方陰乾 直到它乾透為止 準備一瓶糧食酒和一瓶蜂蜜 通常每五百克的檀木 需要糧食酒二百克 蜂蜜一百克 用糧食酒將蜂蜜稀釋 可以加一些開水 有助於蜂蜜的稀釋 將晾乾的檀木 倒入稀釋好蜂蜜的盆中 不斷翻動 使蜂蜜與檀木全部靜勻 蜜蜂放置三天 每天翻動一次 三天以後再把檀木晾乾 也要將浸泡好的檀木均勻攤開 放在通風較好 沒有陽光的地方陰乾 直到乾透 最後一道工序就是對檀木進行炒製 將晾乾的檀木在鍋中炒製 先用大火炒五分鐘 再用中火炒二十分鐘 最後用小火炒十分鐘 等到鍋上有紫色氣體升起 就說明檀木已經炒好了 小火炒 通過炒製 檀香的火氣其實會保留 但它會退了很多 因為完全沒有了可以嗎 又不行 五行沒有了火又不行 所以一定會保留 但已經退了過兩個部分 大家記不記得點仔 對 茶葉 酒 白酒 然後蜜糖 對 難度最高就是因為你沒有耐性 又要涼三天 三天又要再乾 又要陰乾 所以這一點 我們經常用壇香 其實我們分裂了這一點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 有些道壇、佛堂 經常用壇香那些 他們真的用得很漂亮的香 但經常都覺得 為什麽自己好像很懶惰 我發覺 對呀,點頭了 其實不關他的脾氣 是外來的事 令他人真的鬧 對,鬧 香的內涵 中國人用香 有這麽多 我們會發覺 中國人用香 由開始玩 買賣 接著去到養生 去到制製 接著去到藍色那邊 就開始體會 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 人民精神的內涵 剛才說的香 最高上的香就是深香 接著慢慢製造一個個人的修養 這個個人修養就是塑造一個人格 以往古代的人 真的用香來代替一個個人的形象 一會兒我們說到隔火分香 以前古人的香分到那件衣服很香 才會穿著去見客 或者出去見朋友 就不用你噴那些固執 就不用那些 在那件衣服很整齊 還要掛著那個什麼呢 香囊 知道香囊有什麽用嗎 它防外邪入侵 外邪有兩種 一種就是病毒 另一種就是看不到的 游游游游 不會入侵 因為它陽氣足 最主要就是香財 接著再到聖命相合 即達到養生心 聖身心的目的 接著再達到 你的心性大 強 達到天人合一 明白宇宙的道理 中國人用香就是這樣 但我們很多時候就停留在哪裏 停留在哪裏 可能停留在祭祀 或者停留在買賣 做買賣 換索 傳動香和現代香的分別 剛才最初的時候都講解了 這個表就有一點 最主要就是化和香、單品香和香和香和香 為什麽有兩種和香呢 你會發覺這個和香是現代的配方 化學工藝 什麽是現代配方 現在台灣有些中醫師 他自己配的 配香方出來 因為他懂藥 他自己配 配的時候 這就叫現代的香方 但現代的香方 配了出來 他又不會製造 那就交給香廠 幫他製造 通常香廠 不懂得傳統工藝 那一定是用現代工藝 現代工藝 其實是什麽呢 就是化學工藝 因為現代的香 記不記得這裏 這些化學工藝香 它裏面一定有助言劑 助言劑是什麽意思呢 一點就會著 又不怕潮濕 還有有些祭祀的時候 現在很流行 近代才有 以前古代好笑 近代就是一把香 一燒就很大火 這樣制製的 那些一定是化學香 因為天然香做不到這個效果 那為何化學香做到這個效果 因為它有助言劑 它才能夠做到很把火 這個特殊效果出來 其實這不是那麼健康 另外最底的行 就是古代的配方 就是中從古人的工藝 我自己這麽多年來 就是跟著老師 一直在做這件事 這樣 這就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有些配方 未經過時間的考證 即現代的配方 未經過時間的考證 那我繼續用十年 用二十年 那我怎樣呢 不知道 但古方就有這個考證 還有全天然的香 任何的人都可以用的 孕婦適用 初生寶寶適用 老人家 就算有長期病患 全部都適用 這全部我們都經過時間的實證 有臨床的實證 但是我們不是賣香 我們現在在講香文化 接下來我們有同學 就幫我們做一個演示 演示是甚麼呢 演示是蒜香 那甚麼是蒜香呢 剛才說一枝枝的香 是從明代開始的 明代之前有甚麼香 其實那是香粉 香的形態是香粉 香有很多種形態 包括了粉狀 有膏狀 有膏狀 有軟狀 大家一會兒可以來看看 另外 掛著腰的 就是包狀 香包 或是香囊 另外有一個名叫圍香 圍香就是毛巾的根字邊 圍香 有很多不同的形態 亦可以用來做枕頭 用來做護腰 用來做護膝 原因是甚麼呢 有些人說 為甚麼可以枕頭護腰護膝 也沒有點火 為甚麼有甚麼用 原來香 我們中國人 古人告訴我們 不是單靠嗅覺的 香氣是可以從皮膚毛孔進入的 是吧 所以有時候 我們嗅覺 雖然你聞不到香 你說 那個枕頭用了一段時間 開始沒甚麼香 就丟進去 不要丟 是吧 你的鼻嗅不到 就不代表它沒有散發香氣出來 是吧 我們的毛孔 其實就吸收這些弱性 進入我們的身體裡 不只是靠嗅覺 所以如果有時候 你在家裡 有時候點爐香 享受一下 這樣可以嗎 可以 不過 不開冷氣更好 為甚麼不開冷氣更好 因為香氣可以從皮膚進入 毛孔進入 開了冷氣 毛孔就會如何 收縮 不開冷氣 就會擴張 對身體更健康 是吧 我們有時候要學一下 天氣熱的時候 心靜一靜 心靜一靜 靜一靜 靜一點 我們就會做這些 這個稍後演示 說完 再說五分鐘 我們演示一下 宗教與鄉 宗教與鄉文化 和鄉文化 和鄉文化 和鄉就是 不同的製藥 混在一起 中醫和道教有關嗎 很大關係 其實是用五行雙 新雙黑的原理 在製作上 所以是有關係的 亦有記載 這樣 不讀了 這些古文不讀了 這些全部都有記載 記載這方面 值得提 年時辰 採香其實是要講季節 有時候我們用艾草 艾葉 不同季節採回來的藥效不一樣 三月三採 五月五採 九月九採 全部藥性不一樣 不過現在不分 一件一件的香藥 它不同的部分 譬如當歸 歸頭歸身歸尾 全部藥效都不一樣 但是你現在去買當歸 會怎樣 它不理你 你買一兩 就給一兩 你也不知道是頭還是尾 但是古人是要很講究 和鄉的時候 你看看這裡 這裡是道家的祭鄉 甲子日 在一個靜室裡 設置五指牌位的古人 以鄉燈供養 甲子日之前一天 就準備功夫 做好供養的工作 到甲子日開始 就將一些香 去準備好 丙子日 就顏 墓子日 就和 和 即是合在一起 甲子日 甲子日 成香 軟供於天壇上 甲子日 就將有葫蘆掛起 然後 不要用 還要擺一排 擺一排之後 然後才去墳 墳 墳後 就可以有通神明 之效 神明 包括你自己本人的神 以及天上的神 所以我們 今天也帶了一種 叫做寧虛香 寧虛香 寧虛香是東漢時的配方 寧虛香的指定 一定是甲子日和香 一年有多少個甲子日 六個甲子日 只能在那一天裡才能和 和一些香料 還有指示做 為何要在甲子日 因為甲子日是一年裡 陽氣足的一天 所以 就是要這樣講究 不是一個隨便祭香 宗教上有這些 這些是香氣 刀教裡面有說 這就是佛教的用香 拿著香爐 拿著香爐 有病的香爐 這些養生的原理 最重要的是 講講這個 為何說養香藥可以減滑 因為香氣 除了養皮外 它進入我們身體的陽明經 在經內的陽明經 如果說古人 它說是我們整個人生的農脈 如果我們的陽明經是強壯的話 我們整體的五藏六虎 基本上都強壯 陽明經就從這裡 開始一直到合守陽明 足陽明 然後在任督裡繞個圈 所以用香好 你的身體就會健康 減滑就是因為 古人祭香 基本上有幾個元素必定 宮廷祭香也好 文人祭香也好 修行人祭香也好 甚至乎民間祭香也好 基本上 他們一定有個原則 去運用香藥 那這個什麼叫做原則呢 去選擇那些香藥 一定是需要有安神 一定要有扶陽 一定有通僑 這些元素在裡面 所以有些人說 我哪裡不舒服 用什麼香好 其實你用什麼香都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都是有一個元素 存在著在這裡 它會調整我們的身體 會扶正 好嗎 事不宜遲 不要再聽我的啰啰啰啰 看一些實際的東西 我請兩位同學 我們兩位同學 出來示範一下 大家因為 因為 現在可否投射到桌面 對了 這個設備好 一會兒大家可以坐在這裡 畫面會去 投射到桌面上的製作動作 投射出來給大家看看 所以方便大家 一會兒有一個環節 大家可以出來看看 或者品香 我們燃了爐香之後 大家可以品嘗一下 還有兩位同學可以體驗一下 所有的天然香 基本上都能吃得下肚 問題是你敢不敢吃 我們會的 有時候不舒服 香灰 香灰可以沖水喝 這樣 是嗎 現在的香灰 在外面買的 你不要濟 是啊 你不要濟 有時候作感冒 作感冒 燒三支 用熱水一沖 沉澱了沉澱物 喝到第二天 基本上都沒事 沉澱物為何不喝呢 其實不是不值得 是很苦 所以可以沉澱 底部不要了 我們基本上 香具有所謂七君子 傳統裏來說 有這個 叫香壓 香壓就是 用來壓平香灰 因為你做香過程中 香爐一定有香灰 是嗎 但是外面 有時候 你看到牙灰 外面買的牙灰 或者說 比較貴的 日本香道 白色的粉末 那些其實都是例的 但我們中國人 香灰是有講究的 例如你全身去做一個香 但你沒有香灰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燒開香的時候 你會有剩下的灰 那些就做香灰 是嗎 但你全身沒有香灰 那怎麼辦呢 古人會用什麼呢 用乾了的荷葉 再加上寫書法的酸紙 然後用一個爐 燒 悶燒 用低溫的悶燒 燒它一晚 發成灰 那些就是香灰 那為什麼要用這些 來做香灰 因為 古人 我剛才說 他不會用一枝枝的鮮香 他用香粉 把香粉 放在燙平的香灰 表面去灰的時候 如果香灰的密度太密 裡面的氧氣不足夠的話 那就容易燒 明白嗎 如果用這些荷葉 酸紙燒的時候 保證它很乾爽 而且裡面的空氣存在 有這個講究 這個就叫香壓 用來壓平香灰 另外這個就叫李香板 李香板 一會兒大家出來看的時候 隔火分享 用來填平周邊的香灰用的 這個 一看就知道它是筷子 所以它不是叫筷子 它跟香有關 就叫香筷 那用來做什麼呢 用來夾 夾一些香軟 這個就是小型的香橙 香橙有兩種 一種小型的 這個呢 香池 即是香羹 用來填香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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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填香炭 用來填香炭 一會兒大家會看到 有香炭的東西 剛才看到有個名詞叫 隔火分香 就是需要用香炭 日本的香道 它用的炭 只不過是一個木材的炭 靚一點的木 用來製成炭 但中國傳統的香炭 它本來就是香藥 用很多不同的香藥 把木材結合起來 黏合起來 再化成炭 炭化 所以一會兒燒起一顆香炭 大家就會聞到一個很香 很獨特 一聞你就知道 裡面有什麼成分 對 所以現在不開鼓 等你一會兒先聞一下 另外這個就叫做香素 香素用來做什麼呢 有時候就沾了香灰在香爐邊 這個不優雅 古人就說要把它掃乾淨 不要用手 要用掃 用香具 古人又如何呢 都要把尾指撩起 但女生高一點 男生低一點 男生不要太高 高太太就很辣 就不好 低一點 這些就是優雅 是吧 我們香港人 很難優雅 是吧 但香港人做事急 急就有效率 有好處 是吧 但也要抽時間給自己 靜一靜 做些優雅的工作 是吧 我也在學古琴 有時候都要優雅 點爐香彈琴也不錯 是吧 挺好的 點爐香看電視也是好的 是吧 另外會有香筋 香筋 古人會有一條筋放在旁邊 香筋 現在不說了 稍後有興趣再說 摺法 摺法有講究 不是這樣摺完就算 不是的 它有對天 對地 對摺 然後有天地相合 摺法 摺完之後就放在這裡 每用一件香具之前 都要摺下去 用完之後 又要摺下去 放在原圍 對香具的一份尊重 古人 無論是皇室 到平民 都是這樣 是吧 那你說 我回到家 要不要這樣 回到家 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你不要 你不要 毀壞 你不要 扔在一邊 你可以不用 前有抹 後有抹 但你對它 還是要尊重 擺好一點 不要亂扔 古人 這七件的香具 就叫七君子 七君子就是這樣 日本很多時候 通常用三件香具就算 現在頭射到哪裏 我先講解一下 謝謝師傅 現在可以接近其中一位 現在看到畫面 在點香檀 大家聞到味道嗎 你聞到甚麼味道嗎 燃燒炭 一定會有少少 糯的味道 但是 你 定定 個人 除了糯的味道 含有甚麼味道 艾味 很厲害 一個比較濃的 紅棗味 是吧 很明顯的 是吧 紅棗味 裡面其實有大棗 有山東的大棗 成分 另外再加上其他香藥 古人先燒好炭 日本的香道 通常不會用蠟燭 通常用防風火機 吹 我們不會用 因為不優雅 很優雅 本來這麼優雅 突然做過這麼強勁的火機 又是不優雅 反而就定一定 手 要忍耐 當然 有些人說 不行了 我要再進 怎麼辦呢 你便要用電 充電 這些現代的香爐 我們發覺 效果是有的 是可以的 但最大的分別 就是沒有了變化 變化的層次 因為你用碳的時候 會有溫度 因為碳 最初點 和快點完 和中間的溫度 都不一樣 你沒有了這個變化 這樣 現在就是在點炭 在點炭的時候 我們又看看旁邊 這一邊 這一邊 就已經燙平了香灰 上面還加了香粉 這個香酸 因為時間的關係 做得很快 我們要做一個 事先有一個模 這個模具 你會看到 是否有一個圖案 這個圖案 就放進香爐 燙平了的香灰表面 師傅看看 可否放進這個爐面 或者放進去給師傅 這裡有些坑 再甜一點 已經做好的香粉 所以做的力度 就要注意 就要不可以太緊 太緊的話 你拔這個模具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黏住 旁邊 如果你太鬆的話 爐一拿起就散了 看到嗎 這是什麼 蓮花 古人除了說有花紋 還有吉祥的字 例如福禄秀 你生日的時候 就做個秀字的 算香 算香就是算書的算 這叫算香 這叫算香帽 算香帽 通常用銅制 已經燃點了算香 今天我們用了什麼香粉 靈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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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犀香粉 我們可以傳給 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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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示範 靈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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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呢 我們可以把爐香 放在我們左手的掌心 放在丹田 開一點 大概一個拳頭的位置 你坐著也可以 你站著也可以 你站著也可以 站直 站直 這樣 頭可以向前 不需要看著它 讓香氣 隨隨地 升上去 因為 輕稱的氣會向上升 它自己會向上升 有些人說 想撥一下它 可以嗎 也可以的 撥的時候 隨隨地撥 不要過下巴 這是禮儀的問題 隨隨地撥 有些同學見過 牽著爐香就是這樣 這些不是不優雅 你的人已經醜了 已經醜了 如果我們把爐香 傳給旁的同學 我們可以傳 舉微齊 推過去 讓另一位同學 一起品嘗 這是品香的方式 有些同學 有些人會放一爐香在前面 自己便打坐 放一爐香在桌面 自己便寫書法 放在旁邊 自己便看電視 因為它是養生功能 你家裡 如果用浴缸 你便放在浴缸旁邊便洗澡 便洗澡 這些皇帝就是這樣 你看看電影 那些皇帝 為何洗澡旁邊有個大香爐 他是有講究的 編劇也是有搜集資料 古人的皇帝就是這樣 宮廷就是這樣 我們再看看這一邊 這一邊 這一邊已經把一顆炭 埋在香灰香爐裡 已經產生熱力 其實就是把一顆炭燒紅 那爐香灰裡 我們用香具畫一個洞 把一顆燒紅的炭 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再輕輕地賣一賣 放進去 香灰裡 慢慢賣一賣 就會有熱力 令爐也有熱力 然後我們 就會放進去一塊銀片 古人會用銀片 銀片 九二五是不可以的 純銀 純銀 那塊銀片 用來做什麼呢 就會把香膏 這塊的香膏 這不是一塊 整塊放進去 就很濃郁 而且很奢侈 用大概一片手指甲 剪手指甲的 剪出來的 那麼多的時候 就放進去銀片裡 慢慢就會有香氣 或者放香軟也可以 或者放那塊片 不用銀片 用雲霧片 雲霧片 知道是什麼嗎 那些礦物 好像水晶之類的 另外 也可以用圖片 圖詞就是圖片 圖詞的圖 或者是用瓦片 古人記載 瓦片最好 最好是用 煲過的瓦鍋 用過的瓦鍋 底 用瓦鍋 用來磨成片 那些香是最好的 就是燃出來的香氣 就是最純的 這個是龍然香膏 龍然香膏 它的化濕 化一個人的濕氣 其實是很好的 香膏和香軟 因為它有蜂蜜去練 所以它的味道會比較甜甜的 甜甜的 會新瓶的 舨激 不太好 香膏 作詞 這裡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